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看见哪有70啊 最多就是我这岁数50 头发都是染的 要不上这个节目我都不染 不是 您哪怕就是不染 您这脸上这个皱纹 基本上也超不过我呀 您也就两道 我也这三道 别的地方基本没什么纹啊 同龄人 对 所以啊 这个周老师 您还是不能这个归隐田园 还是得关注这个我们火热的这个现实生活 对吧 当然我捧了这么一通呢 也是因为今天要借重你 我现在发现我们这个搞舆论工作的 哎呀 就是每一天你都得特别当心 你不能啊 被自己的习惯呢 给带到沟里去 你比如说今天的话题 开头 那我们腔腔三人行 这个习惯就是说有什么热门话题 对啊 最后说有什么热门话题 就是说哎 最近说什么热呀 说最近赵薇热 我那个时候也没细看 我说那行 那就赵薇吧 结果昨天晚上我认真看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东西不好聊啊 倒抽一口凉气 对啊 这是个烫手的善语啊 我天哪 但是我后来我心安了 因为听说呢 周老师来了 这就我们有了依靠 哎 这个 起码就大方向拔得住 对 哎 采富兄 你先来顶钢 对吧 这个咱现在搞人人过关啊 人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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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你站哪边 我就是因为不表态 被干了一把 前两天 为什么呢 南海问题 我做了一档节目 就是像给小朋友做的广播节目 小朋友如何看南海问题 就是两个观点 第一个 南海问题的专业问题 让专家去讨论告诉我们 第二个 老师在校园里边 不要跟小朋友说 打倒菲律宾这种东西 要小朋友自己去慢慢了解 结果咔 毙了 说 您的立场太客观了 这样是很不客观的 嘿嘿嘿 这话有意思 就是你的立场太理中客了 很客观 你没有一个按规定要求表态 这个就是有危险的 那我就想到了赵薇的这个事情 这些明星们现在已经到了 你不表态 不说话都不行 你必须说 我是中国人 我热爱某某某 五讲四美三热爱 你才能去拍电影 那这个就是人人过关 我现在要自己表态过关 是吧 我不说 我等会儿说 反正就现在看出来 小朋友都比你有觉悟 是吧 小朋友和他们的妈妈 这是他们的妈妈们 说你会教坏小孩子的 那咱们就要找贺法童颜的这个周教授 您怎么看这事 我党优良传统 实事求是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 保证第二党校 一进我们的大门 有一块石头 刻着四个大的实事求是 在30多年以前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30年以后的前大约是两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 怎么讲的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事俱进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说了30年了 所以加上与事俱进 完全没有问题 你得实事求是 特别是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我就说 命好不如习惯好 这不是我的话 责任的话 从小养 哪个责任的话 就是有一本书的名字 就叫命好不如习惯好 有一度在薛厨厨店都摆着 这怎么像病是吃出来的 或者吃回去的 至于说谁写的 我也没记住 这句话是一个好话 什么叫好话呢 就是你得有个好习惯 什么习惯呀 文明礼貌的习惯 讲卫生的习惯 包括思维的习惯 什么叫思维的习惯 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的 你只能存疑 您是 我们叫信息得对称 对 因为南海的问 他就问我 我说我信息不得称 第一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判的 对 我也不知道 有些技术的定义 比如什么叫岛 什么叫岛礁 什么叫 第一潮的高地 什么叫暗礁 像生理学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学过这个 完了呢 十二海里谁定的 美国据说定的是三海里 我们后来十二海里 后来又定了一个200海里的 所谓经济专属区 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定的 现在怎么改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在去年 纪念樊白胜利70周年的时候 我记得中国政府有声明 就是维持维护二战以后的 国际的一个秩序 是不能随便改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因为领土打仗 打了几万次 人类至少几万次 特别是一战二战 给人类的生命财产 带来巨额损失 二战以后不打了 当时世界上有五个大强国 包括我们中国 在定立一个联合国 所以我们是安全理事会 常常理事国 什么意思 就是为了避免 因为领土打仗 所带来的这些灾难 于是有一个新秩序 就是二战以后 实际控制线 所以现在我又听一个概念 这自古一来就是我们的 那我问了 你还承认不承认 二战以后的世界新秩序 你还承认不承认了 自古一来 一百年蒙古是我们的 一千年以前 宣传历还是我们的 你要开玩笑的话 五十万年以前 有按考古学家说 那都是非洲的 你要说五百万年以前 都是猴子的 怎么有一个自古以来呢 这都荒唐 自古多少年 你给我说多少年 你说一万年 我说两万年 纠正一个说法 就是一千年以前 我们是蒙古的 蒙古不是我们的 但后来我们要认为 元朝也是我们一朝代 所以当时我们学历史 就是说 皇帝尧顺下商周 归秦极汉三国盟 进东南美隋唐旭 五代宋元 明和清 我觉得周老师很狡猾 周老师 对 你让他表态 赵薇事件 说了十分钟的南海 这个高屋建林 他有很多的问题 都有指导意义 性的都是一样的 你要说是几亿年以前 那都是那种 什么变形虫 什么的 甚至有人说 大宇的语字 是个虫子 甚至还有说 但是您刚才讲到 正是前几天 我们讲南海 我还顺嘴提了一句 我说有些维护国土的血涌 它有时候对我们领土问题 了解的不够多 比方说 就像我就说起 当年我们叫外蒙古 现在人蒙古了 我就说 你看当年国民党的时候 就让外蒙古独立了 二战之后 然后有的网友真有学术 就条我说 你这个讲的不准确 不是毛主席让出去的吗 所以我这还正好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讲一下 这事啊 是个历史 要不说领土 就是个历史严格 对 到袁世凯的那个时候 就在闹这个独立 外蒙独立 外蒙独立 所以它是一直延续下来 就是像您刚才讲的 二战之后 雅尔塔会议 这个蒋介石啊 罗斯福啊 他们这些人 是世界这些大头们 定一个秩序 其中蒋介石 不管是 蒋介石后来又反悔了 就蒋介石当时就承认了这个独立 但是呢 到新中国的时候呢 毛主席跟斯大林 实际上是只能顺言了这个结果 也是维护原有的这个秩序嘛 但是反倒是 蒋介石在台湾 反悔了 又把那个地图啊 所谓中华民国的地图 画上了 那蒙古 他就 他不承认 所以他这个事情 具体讲是这样 那所以还冤枉了一下 但是你注意 那个九段虚线 现在老说 对不对 你可别忘了 我是五四年上的小学 六零年上的中学 我们那时候学的 十一段虚线 我的地图 我的地理科的地图色都在 我都在 我都保留了呢 十一段虚线 后来怎么呢 两段就没了 他就没人告诉我 我说怎么就 十一段 他就变九段了 这两段怎么就没了 谁给他 同意没同意啊 对不对 他就没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 十一段嘛 为什么我们说信息不得称呢 信息不得称的时候 你只能存疑 十一段下不了围棋 九段才是高手 是吧 不是 您不知道 我们本来也没让您说这个 行吗 这哪壶不该提哪壶 我是让你讲这个赵薇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热门话题 对啊 这您 这个事也一样啊 我们也没去问那个监听泽民了 我们得问问这些网友们 也得问问赵薇他们这帮人呢 我们也什么工作都没做 对不对 这叫信息不得称 信息不得称的时候只能存疑 好 继续调查 这样周老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怎么能在这胡说八道呢 您说的太好了 这就要去大连讲课了 是吧 我先给让您了解点信息 好吧 咱们先看一下 我估计有 这您都认识权了吗 赵薇是谁 戴力人是谁 原权 您能看这个新潮电影吗 不看 原权 哎 你看后边还一段 对对对 给人遮住啊 然后你看 有人勾勒出来了 这件事情的基本的一个概冒 就是最早呢 这个新片启用代理人赵薇 然后呢 小粉红 所谓小粉红是指的一种 爱国青年 所谓爱国青年啊 说流言抵制 然后呢 这个 哎 你再看这个图啊 说这个赵薇 发公告 态度敷衍 然后每个平台的有心人士 发布内幕帖 然后呢 中间据说有啊 删帖删号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一直事情到了 变呃 就不不叫变质 而是质变 对 我点是 共青团 支援粉红 发文 哎 曾经也被删过 后来又被恢复 然后就传出来了资本与这个赵薇 怎么着斗法 什么什么 直说啊 然后呢 这个继续发文 然后呢 关于赵薇的阴谋论出现 是又有删帖删号的情况 然后呃 从这个代理人道歉 发了个微博 又到这个另一个水源西子的道歉 然后呢 又到事情又到了这个呃 公知声援赵薇 然后呢 这个大量的爱国青年 又留言公知 骂公知 然后公知跟围观者声讨 爱国红卫兵 然后呢 爱国红卫兵又开始抵制外国商品的这些事情 然后目前这最后这个就是目前的情况乱码吧 就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一下 作为一个把个人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主持人来说 我现在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聊 不是 因为呢 就是现在已经出现了 在有一些据说是二三线城市 这个肯德基啊 麦当劳门口已经出现了要抵制的声音 甚至我都收到了线报嘛 你看 韩货日货肯德基 丰田本田苹果七 国难当头不能买 买了筑笛打南海 只要人民都不用 日美韩非就得穷 就算不能上前线 在家也能做贡献 甚至说有一个在二三线城市 一大叔就是说 哎呀 我们镇里就没有肯德基 要不然咱就用不到到这中心城市来革命来了 对 有些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地方呢 比如我们老家 他是有别的方式 浦阳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浦阳流传的一个视频 浦阳第一网红 已经超过了我和岳云鹏 浦阳第一网红 这个赤着上身 在田地里边 田梗上 就是把几根香插上 说用河南话 老田爷 我求你个事 这个把美国给抵震了 把日本延了 把菲律宾下脖子 下脖子是什么 脖子就是冰雹 下脖子 要这么大的脖子 他说 我就求你这一个 我给你磕头了 没有麦当劳 没有肯德基 照样能表达 这个代理人也挺有意思 写了一个语气上是千千君子的这个微博 大体上呢 说了一个概念 咱们这个大陆的这个网友 可能听着还不太熟 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不是台独 但是呢 我发现一进入大辩论的时代 您就没法聊了 说什么都不用说 就说五个字 你是中国人 你肯不肯说 好 你不肯说 那你就没得说 对吗 然后他就说 我参加的是一些台湾的公民运动 是为什么弱势者 或者不公义的事情想发生 就吉利就是说 我不是台独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两方面吵得嘻嘻嚷嚷 周老师 您自由发言 您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他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和一个逻辑 比如说 中美建交第一个联盟公报 美国政府注意到 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政府对此不提出意义 92年汪道涵国振普 叫汪国会谈 92共识一中各表 你表示成中华民国 我们表示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是中华人民国 最后是简称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注意 这个蔡英文当选为总统 咱们报的 怎么报的 所谓总统 蔡英文说的什么 说我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当选为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 中华民国成立多少年了 105年 对不对 咱们怎么说的 咱们说的是你不独立 你不要成立台湾共和国 你不独立 我就不答 江泽民主席代表中国政府 发表的八点意见 中国人不答中国人 什么意思 你不独立 我就不答 台湾说了 你不答 我就不独立 对不对 而且什么意思 台独有两个意见 一个是实质性台独 那么台湾的政府 他有效的管辖了台湾 以及台澎金马 什么叫有效管辖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死刑的终审权 审判的终审权 比如台湾 他判某某人死刑执行 不用报中央政府 中国不成 中国你省 你死刑 你得报中央最高法院 得审核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实质性的态度 他有效的管辖了 这块地方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要走到法理台独 不行 你明白吧 但是蔡英文说了 我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当选的中华民国的第十四任总统 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 当然是中国了 但是一中各表 各自表述 你可注意 对吧 所以说你现在说 所以说为什么 他说我不独 我也不统 我也不武 对吧 马云九讲的 中国也这么说的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对不对 统一台湾没有时间表 这是邓小平当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叫没有时间表 一心一搞建设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一心一搞建设 原来是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到了八届十一中 这个十一中全会 叫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由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完了小平讲 一个中心 一心一搞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讲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是老人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脑子比较好的时候 学的就是这个 谢谢中共中央书记处 给我们派了一个这么好的嘉宾 您对这个历史真是如鼠家 真的 你得讲政治 讲学习 讲正气 这前几年三讲 具体到代理人被电影被人抵制 网络骂战这个事 您表态 他丢人现眼 为什么 你违背了国际条约 因为一个政府得讲信用 叫国家主权信用 一般企业性自然人信用 我们在01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入市了 入市什么意思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有个原则 叫国民代的原则 你可注意 也就是来到中国的这些独子也罢 合资也罢 和我们中国人到外国去干的这些公司 一视同仁 你抵制麦当劳 你违背了信用 什么信用 国家主权信用 你那叫爱国吗 国家四个要素 土地 文化 人民 政府 这四个要素构成所谓国家 那我问你国政府 01年入市 对不对 那你怎么着 你抵制人家麦当劳 你抵制肯德基 你丢不丢人呢 你 所以说 这个像爷爷信孙的 当然了 你不讲信用 因为你中华人民共政府 你已经签署了 我按国民代的原则来办事 对不对 那你怎么就抵制人家 人家肯德基 麦当劳 如果他在这违法 那没得说 他逃税 那咱们都没得说 你就说别买 什么道理 你是 所以有些人就写文章 就说了 说这个且别说是对和不对的问题 你要砸人家的店 这首先是公安局 要来管的问题 是吧 砸人家的店 砸自己车 砸自己家中国人 这都是最笨的方式 不是笨 这叫犯罪 说不好听 那叫暴徒 说不好听 叫恐怖分子 如果他是一个人 他还是有毒狼 我跟你讲 可以 国际社会有一个词 叫毒狼 我就爱听您砍 对对对 当然我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事 这次这个事 我也感觉到 就说 好像说实在话 他们都说 你表个态 你有什么看法 我跟你讲 我讲过真实的感受 是恐惧 我现在感觉到 有种恐惧 就是说 尤其是干咱们这行的 问题是 他里边 你比如说 我最近跟周老师学习 我也是研究 中共党史 对吧 你都必须了解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比如说 这个中共党史记载 有明确历史结论的 比方说肃反扩大化 包括反右扩大化 从这个党史上看 在最初的动机 说出来的 或许都是好意 对吧 比如说 当时在中央苏区 的确有国民党的敌特混入 但是为什么 一搞就扩大化了 你比如说 当时说反右 或许确实有需要 划出一些右派 甚至于高层领导人 就是说咱定1%的名额 甚至有人说10% 100个令你给我扎10个 对 可是呢 你要是按照这个定额 要分呢 我那天就跟一个导演聊天 我说 哎 这风水 这个风水啊 好比说 你要找潘彩夫 演个戏 他当主演 潘彩夫把我女朋友给抢了 假 假 就是说 咱俩 或者咱没啥丝绸啊 或者我真的就是爱国青年 哎 我在网上砰找一照片 潘彩夫跟陈水扁 赵国相 好 我拿给你这个制片人 拿给你这个老板 看看 赵国相 当然 你可以去调查说 哦 他们只是偶然相遇 有一次一个饭局 顺带照了个相 他也不是台独 完全不说明什么 OK 但是你作为制片人 你作为投钱的 你愿意去做这个调查吗 对 你或者说你哎 这在两可之间的话 那还不如找周销正老师演 那和何必一定要找潘彩夫呢 对吧 所以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就可怕了 就到最后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影视扩大化 就是把反右把文革的这种习惯给铺到了娱乐圈 文化圈 思想圈 所有的圈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推算 我觉得没有一部电影能演的 因为你不管是你跟谁合影 你说过你在微博上发过一句什么牢骚 而且你是没有争辩的权利 刚才你说我跟驰骗合过影 我说我没合过影 我当时还骂他呢 没有人会听你的 他说你现在变白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你变白也很麻烦 对 比方说我现在也不敢随便宣言变白 你比如说我说 哎 我绝对没有跟台湾人交朋友 好 你说了 你这活了四十多年 五十多年的 你哪记得清啊 你过去 碰起给人翻出一个 你跟谁谁谁有联系 对 那你 这事 这直接就被干翻了 实际上就是 刚才我觉得 你让咱们三个轮流表态 这个生意 我就觉得 我心里面就干颤颤颤颤的 我到底说呢 还是不说呢 我仿佛一下就回到了五七年 回到了六六年 那你这个 这一下就恐惧就出来了 我到底是反对小粉红呢 我还是支持他呢 或者我不说话 我现在没有不说话的权利了已经 就是 如果我在微博上说 我反对 或者我支持 或者我不吭声 这三者都会被攻击 实际上 那现在就是社会氛围 就是不正常 就周老师对我们这种害怕 您怎么看 这个北京大学有一个 比较著名的老教授 有句话 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讲 不能说假话 必须得说话 那就是沉默 不许沉默 就说不害人的假话 知识分子三条底线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沉默 你必须得表态 那我可以表态 但是我说不害人的假话 这个媒体 这是您多年混到今天的招 那这是人家北京大学 一个著名教授的 三条知识的底线 季献林吧 不是 我忘了是真话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不说 是不是 大概其实是一个意思 因为你知道 192012年的时候 反日大游行的时候 对 一个西 好像是西安的一个 一个菜牙 一个农民 不是农民 一个 用说好听的 就是热血青年 说不好听的 就是暴徒 恐怖分子 他用一个东西 把人家 一个日系车主 叫做杨李 叫做李建立的脑袋 给开了瓢 造成人家终身残疾 那你说这种人 不得严厉的处罚 你触犯法律了 我们是全面推行 依法治国的基本法律 再说了 你打的是谁 你打的是我们同胞 同胞跟你远无仇 尽日无缘 招你惹你 人家买一个日式的汽车 日式的汽车 据说里头有一半多的灵源 是中人产的 你干什么 现在是全球叫经济一体化 入市以后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找一个纯国货 你还真不想找出来 掏出少机来 那芯片哪来的 对不对 这些人 就是一个是无知 一个是野蛮 那不行 必须 比如说游行 游行可不可以 按照宪法第35条 我们中国人可以游行 示威等等 但是你得经过批准 对不对 你没有经过批准的游行 你就是 有关部门就得管你 你想随便的就去 随便就去 你影响交通等等 你或者叫做影响稳定等等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这种没有批准的 没有游行示威批准的 这些东西 你有关部门你就得管 不管叫不作为 您发现咱们 说不好听了叫不作为 说不好听叫做 叫做 助兹为孽 叫做 姑息养奸 你发现咱们 咱们周老师 甭管怎么说 全在政策上 这次好 因为你看 12年的时候 现在16年了 我们与世俱进 所以这次你看 还真没有说 就是 不是我们的学生 呼呼就出去了 没有 这是一个是作为了 人家通知 一个是学生 他就觉悟了 我干什么 太说了 打一巴掌 揉三揉 太说了 你得维护所谓诚信 这叫国家主权信用 你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你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那是你加入的 你要说不好 不好我们退 你是主权国家 你可以入 你也可以退 那你没退之前 你就得按照人家的公约 公约 比如说这屋子里不许抽约 你抽约 那人就是官员 你这是公约 你违背了公约 是这么个道理 咱们现在也是说 他所谓的那个仲裁庭 实际是违背这个公约的 说联合国都挂出牌子了 说那仲裁庭跟我没有关系 刚才周老师说的一个游行 我觉得那个有意思 我突然想到 其实网络的 对赵薇的事件的这一些 很像一次网络游行 你或者叫地面的游行 或者说现实中的骚乱 就是他其实是网络中的游行和骚乱 就是对人进行用虚拟的攻击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那他也是一种网络骚乱 他把你的祖宗八代 全给扒出来 把你赵薇背后的各种 疑似赵家人什么之类的 全给弄出来 把你的亲戚朋友 全给就像捞尸一样的 那种的 就像就跟网络文革 我们就可以叫 其实一种网络 非常沉重的一种暴力 那网络文革的来 如果再有地面部队的呼应 那不就是文革了吗 就您说这个学生觉悟高 幸亏学生觉悟高 他没出来吧 但是你要一定要注意 但是网络的游行 你说有一句话 叫君子动口不动手 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 要文斗不要武斗 或者说你可以骂 但是你不可以打 对对 它有一严格的界限 所以说我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我誓死保证你说话的权利 现在出现一个虚拟空间 就是网民 虚拟空间跟实体空间 还是不一样的 实体空间 你不是说我可以表达 但是我不能骂街 我跑到你们家门口骂街去 但您说这个人肉搜索呢 这个算动口不动手 我认为在网上它有个界限 就是说你因为网上他骂你 你不理他 因为人呢叫骂 这个叫做骂人不理 等于骂自己 这小时候常用的兵法都用出来了 人不怕被反对 人怕被忽视 如果有人人肉泥 有人网上骂你 你可以不理他 为什么 网上它跟现实生活不一样 先说你不理他 他等你大喇叭 他冲着你们家 你能不理他吗 你能独着 独着耳朵也不行 他那功力大 你还能听见 但是网络呢 你也得打开网 你把电脑关上就没有了 你得拿手指去点 那是你点的 你干嘛要减网 但是网络攻击 我觉得造成的实质行动 很多的 我觉得网民就能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是说你骂我 我可以看 我也可以不看 那网络攻击呢 它包括抵制你的电影 抵制你的餐馆 那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 你的电影是卖票的 他可以买 他也可以不买 他也可以看 他也可以不看 他也可以看一半他走 那人家是自由 但是现在赵薇这电影就得换角的 那是他们的问题